過去不斷傳出北韓外派勞工 遠赴海外工作 賺取外匯 如今更有脫北者出面證實 講述行路歷程 曾經人赴俄羅斯目前住在美國的脫北者 接受外媒訪問 直言當時每天要工作約20個小時 無法好好休息 連薪水也沒辦法正常淋去 另外一位脫北者則是控訴薪水有八成 被以上繳北韓為由扣除 每個月薪水只能拿到30到40美元 相當於台幣970到1300元 這讓目前正在美國從事建築業的他 感到非常委屈 南韓統一部最新公布的二零二四年北韓人權報告書中也提到 派遣至海外工作的北韓人 每天平均要工作超過十三小時 平均七成以上薪水必須上繳國庫 聯合國資料顯示目前全球各地還有約十萬名北韓勞動者 再替北韓國庫賺取外匯 每年賺取金額高達五億美元 強制勞務讓人權蕩然無存 北韓國庫賺保保同時 恐怕也已經為國家發展買下偽報彈 三剩十了 正在開輪 6 wart 層 2015年